剑宁公主是陆顶纪女主角之一 她最后成为主人公为小宝的七位夫人之一 全名叫爱心觉罗剑宁 在金庸笔下 这位金之玉叶的公主 却是一个有点心理变态的试虐狂 坚受虐狂 常常是刚才还打得为小宝 鼻青脸肿 嘴歪眼斜 转瞬间就跪在地上大叫 跪背乐乐 她身是可怜 母亲本是神龙教 为了得到42章经 而安排进宫的一个窝底 前名将领 毛文龙之女毛东珠 而她生父在书中 并未确切说明 剑宁公主的原型 是何硕 剑宁公主 清太宗皇太极的第14个女儿 其母为淑妃其类士 她是康熙皇帝的姑姑 剑宁公主 初号何硕公主 又称何硕克纯公主 金福格格 公主于顺治十年 1653 13岁时下 嫁平西王吴三贵之子 吴英雄 顺治十四年 进封为何硕 长公主 16年 1659 12月被封为何硕 剑宁长公主 后改为何硕 克纯长公主 吴英雄 与公主婚后 顺治十年 1654 瘦三等子 14年 加少保 兼太子 太保 康熙七年 1668 敬少 妇兼太子 太妇 14年 吴英雄 因其父吴三贵 反叛清廷 同其子吴士林 皆被清廷处死 吴英雄死后 康熙皇帝 经常下诏 为戒公主 为其为叛寇所累 康熙43年 1703 公主去世 十年63岁 在为小宝的 七位夫人之中 与为小宝最早 发生性关系的是她 为小宝最怕的是她 为小宝最不喜欢 甚至最看不起的 也是她 如果能够把这个人物描写的讨厌 可恶 却最终让人同情 怜悯 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外貌描写 为小宝心想 这是谁 难道是剑宁公主 走到门边 拔下门栓 打开房门 一个身穿大红锦衣的少女 一阵风般冲进来 说道 皇帝哥哥 我等了你这么久 你老是不来 怕了我啦 是不是 为小宝见这少女 156岁年纪 一张刮仔脸儿 薄薄的嘴唇 眉目灵动 颇有阴气 为小宝闻到 她身上一阵幽香 心中微微一动 此时两人相聚盛境 见到她一张秀丽的面旁 皮色白米 心想 这小公主 生得好俊 公主脸上 红扑扑的 嘴唇上渗出 一滴滴 细微汗珠 容色甚是娇艳 为小宝心想 公主 虽不及 我老婆美貌 也算是一等一的人才了 无英雄这小子 娶得她 荡真艳福不浅 陆顶记中的剑宁 是一个有虐待他人 以及被人虐待癖好的公主 最后还为为小宝 生了女儿 为双双 1983年 香港少世电影 陆顶记 廖立林是知道 这个版本 剑宁公主的人并不多 不过这版的剑宁 非常符合原著 1984年 香港无线电视剧 陆顶记 景戴英是景戴英本身 很漂亮 很有气质 不过在这版 陆顶记中的公主扮相 很坑爹 看着很老气 1992年 香港电影 陆顶记 秋书珍是秋书珍版的 剑宁公主 虽然不是最像的 但是却是最美的 这版 她和周星驰之间的互动 不知道带给大家 多少欢乐 1998年 香港无线电视剧 陆顶记 刘玉翠 是陆顶记 拍过许多的版本 可是说起 剑宁公主 我相信每个人 第一是幻想到的 肯定是刘玉翠 有一种东西 叫做气质 是从内而外 发出出来的 归于一个 一人自身的东西 刘玉翠有一种 古灵精怪的感受 所以她演的阿子 和剑宁公主都觉得 刘玉翠 真的可惜了 大部分人觉得 刘玉翠的剑宁 是几版里最丑的 虽然演技不错 所以我找了她 年轻时的图片 这是她才二十几岁 演阿子和剑宁时 差不多三十几了 2000年 台湾华市电视剧 小宝与康熙 林心如是说起来 林心如 这版的剑宁公主 才是我的最爱啊 只是这版的编剧 太坑爹 居然把剑宁写死了 当初看的时候 心情沉重有目有 虽然剑宁死了 但是她是幸福的 因为能够为自己 所爱的人死去 能死在爱人的怀里 对于剑宁来说 很幸福 但对于小宝 以及其他姐妹来说 又是极其残忍 2008年 内地电视剧 陆鼎记书唱是这版 舒畅 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 演技也是棒棒搭 就是那个张继中抽风 整的那个公主 造型雷死人 2014年 内地电视剧 陆鼎记楼一消是这版 我就不多说了 请参考胡亦菲 这回过来 车怀了